在野外生活 一定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听力 二蛋一大早来到山上 在一棵树上 摘了几个火龙果 这个就作为他的早餐了 突然山下传来几声怪叫 他用放大镜 往山下仔细地观察着 突然 一只母鸡映入他的眼帘 再仔细一看 这只母鸡正在铲蛋 二蛋一激动 直接把望远镜扔掉了 接着他快速往山下跑去 随后拿下小背篓慢慢靠近母鸡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把母鸡给罩住了 接着二蛋把刚下好的鸡蛋 全部撞入小背篓中 开开心心地回家去了 回家途中 他看到了一棵椰子树 直接上树 踹了几个椰果下来 回到家中直接下火 用这些椰果煮鸡蛋 很快鸡蛋煮好了 二蛋喝着椰果汁 站着足料开心地吃了起来 在野外如何吃到美味的田螺 今天二蛋就来教你 一大早二蛋拿着小背篓来到河中 一点一点地摸索着 河里的田螺还真是挺多的 他摸的那叫一个不易乐乎 接着他发现了一根漂浮的木桩 上面居住着很多田螺 等到把木桩上的田螺全部抓完 足足有半个小背篓那么多 二蛋直接把他们扛回家去了 把这些田螺放在锅中 随后架起了火 把大锅放在火上烧煮 接着他来到林中 摘了一些不知名的稻草 又摘了一些树叶子 把这些树叶子和绿植 全部放入锅中搅拌一下 等到入味后 把这些田螺放到铁板上烧烤 烧烤的空气 二蛋用柠檬汁和辣椒 调配出美味的配料 调配好以后 他把这些配料 一个个倒入田螺中 一切就绪后 美味出锅 二蛋用树枝做成牙签 挑出一个田螺肉 不得不说 这个田螺肉真是肥美啊 你学会了吗 你很难想象 一个在野外生活的人 可以吃得如此豪华 二蛋在一个小河边的石头上 不知在翻找着什么 随后他看到了一块大石头 把大石头直接搬开 里面出现了一个小洞 拨开洞口的泥土 发现了一个大家伙 他的钳子很大 他样子很踪立 二蛋找来一根树枝 把他拨了出来 放在河里清洗了一下 终于见到了这个大家伙的真面目 原来是一只漂亮的缩子蟹 二蛋把他放入小被料中 继续在河中翻找着 他在一块小石头下方 看到了一只蓝色的钳子 拿开石头一看 竟然是一只肥美的虾儿 这可怕二蛋高兴坏了 看来这河中美味还真不少 接着他在脚下的大石头下方 发现了什么 翻开石头一看 竟然是一窝的肥美虾儿 直接全部装入小被料中 接着他迈着小碎步回家去了 等不及的二蛋 回到家中直接嫁祸 用椰果直煮这些美味 随后调出美味的战匠 此时虾儿也已经煮好了 看着这些美味 你是不是很羡慕二蛋的生活呢 我是野王 带你走进丛林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